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面的时候 习近平当面跟马提斯说 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 别人的东西一分一毫也不要 这一有所指的恐怕就是美国最近大动作的对台湾示好 要提升台美交流 而眼见台海关系升温 中美关系紧张之际 美方竟然首度的公开表示 邀请台湾参加以人道救援为主的所罗门军演 如此的邦高调十分罕见 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 我们的态度是坚定的也是明确的 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 中国大陆跟美国在南海及台湾议题针锋相对 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在这个风口浪间访问大陆 习近平不客气当面直言 回应美国之前的强硬表态 台湾与南海是中美角力重点 面对中共的文攻武嚇 美国也不是省油的灯 加强对台湾释放友好讯息 先是在五月撤回原本给解放军的 环太平洋军演邀请 华盛顿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任葛来仪 日前更在推特上面公开 台湾将参加美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海军演习 跟炮火齐飞的军演相比 所罗门军演更着重的是人道救援 希望改善区域内军队 政府 人道组织 灾难救援时的协同能力 提供太平洋国家人道医疗与工程远助 太平洋伙伴任务被认为是以软性战略来赢取各国民心 但是日本NHK新闻就曾经分析 太平洋伙伴是为了在南海围堵中国扩张而成立 而台湾身为美国的太平洋伙伴 其实不是第一次参加类似的军演 2017年就和美军在吉里巴斯共同执行任务 不过以往是默默地在做 如今是首度由美国帮高调 具有正面意义 台湾军医人员预计在8月前往所罗门群岛 潘石号和五一号已经前往准备 而今年11月还会前往美军仁慈号 建起海上医疗和救援机制 如果这是一个地区的医疗 它会是国家的最大最大 人员号医疗舰医生可多达200人以上 还有一千个以上的病床 船上有核磁共振和放射线医疗设备 以及烧烫伤病房和牙医室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医疗船 还没以人道知名逐步展开军事合作 甚至正式加以公开 反映的正是美中之间的微妙互动 龙的新闻 江一清 徐晶报道 上海有一间外语小学 校外竟然发生了砍人案件 时间就在今天上午的11点多 这名男子是拿着菜刀砍伤了三名小学生 还有一名女性家长 其中两个小男童送医后伤重不治 而这名嫌犯被逮的时候 他竟然公称说 就是因为生活没了着落 产生要报复社会的念头 才会进而犯案 目前的案件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小男童满身是血 倒卧在地 让人看了好心急 28号上午11点多 上海这间外语小学 校外疑似发生随机砍人事件 三名就读四年级的小学生 还有一名女家长被菜刀砍伤 其中两名男童送医之后 仍然宣告伤重不治 而犯下这起残忍命案的嫌犯 当场被众人合力压制 旁人气到忍不住 用脚怒提嫌犯 这名黄姓嫌犯29岁 没有工作 被逮捕之后 他向警方公称 是因为自己的生活没有着落 所以才产生了 想要报复社会的念头 上海这间外语小学 发生C机砍人之后 目前校方今天全部安排 所有学生通通提早下课 让家长来把孩子接回 安抚人心 学校出动大批保安时 警棍戒备 案发现场还有人送上花束 就是希望两名遇害的男童 能够安息 无辜小学生遭到砍杀 震惊大陆社会 针对这起案件 当地警方也正在 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中美贸易大战 进入了白热化 美国总统川普还呛吓说 明天就要摊牌了 那么这一切的源头 似乎都跟这个计划有关 那就是中国制造2025 而且说也奇怪 中国大陆本来一直在大肆宣传 这个所谓的Made in China 2025 计划一直就是说 在未来十年之内 他们要从制造大国 要登成为制造强国 可是说也奇怪了 这个字眼竟然在六月份以来 突然间的消失逆机 就连一些本来很高调 在帮腔的科技界领袖 也都转为低调了 现在就传出了 恐怕就是中国宣传部门下令禁用 而如此的法夹弯显然的 跟美中的贸易战身高 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成为美国川普政府抵制重点 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百名机器人大军手舞足道 造桥铺路五远佛界 高铁兴建也速度傲人 这些都是中国官媒 在三年前揭示的 中国制造2025计划 涵盖十个重点领域的部分 简单的说中国制造2025 它是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中国以往是代工大国 习近平有意更上层楼 喊出第一步是十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第二步到2035年时 要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的中等水平 第三步到2049年 也就是所谓的新中国成立百年时 要迈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只要你想怎么干 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能力能够干什么 今年三月 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 就大力吹捧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 有一个新的名词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叫做中国的新的四大发明 所谓中国新四大发明 包括高铁 网购 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 但不过才短短两个多月 科技界领袖的说法突然急转之下 你回归到基础的这种科学研究来说 整个中国其实基础还是非常的薄弱 关键就在于中国制造2025 引发美国政府的戒心 中心通讯被直接盯上 随着美中贸易战升高 中共官方态度悄悄改变 官媒新华社今年1月到5月 提及中国制造2025 次数超过140次 但6月5号以后几乎看不见 网络还流传一张中宣布文件 明令禁止提及中国制造2025 一旦违法还要就责 中方宣传发夹弯 路透社报道是担心川普扣板机 只好淡化MIC2025 另有一说是因为大陆内部 对原本铺天盖地的宣传出现反弹 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 当然值得肯定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差距和不足 中国科技日报总编辑直言 我的国有不厉害的地方 所谓的新四大发明 全面赶超都是夸大报道 如果只是为了鼓舞士气 也就罢了 麻烦在于发出这些论调的这些人 往往忽悠了领导 忽悠了公众 到底是自省 还是以退为进的姿态 只能说美中两强竞争 台前幕后都是好戏不断 东森新闻 秋桥瑞和中综合报道 好的确呢 中国要的其实也是美国的高科技 例如我们看看电动车 但是呢电动车龙头特斯拉 最近也真的是一波未皮一波又起 之前呢有model 3的产量落后 还有内轨爆料的问题 好不容易现在内轨抓到了 没想到又有研究来狠狠打脸了 他们说其实电动车的碳排放量 并没有比燃油车低 还说呢你只是从加油站 换到了充电站而已 这个原因呢就在于 其实电动车的动力 还是必须要从发电厂来 而当燃煤这些化石燃油转换成电能的时候 其实能源的耗损非常高 还有就是传输跟充电的过程 都会造成能源的耗损 也就是说啊电动车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环保 流线型九红跑车 这是特斯拉最新立作 新款model 3双马达版 激速可达248公里 令人惊艳 完成新研发 但执行长马斯克 却还是一脸傲嘟嘟 如果我似乎我不在意 我一定会在意 原来电动车龙头特斯拉 最近不仅为了model 3产量落后 大伤脑筋 还爆发内轨之乱 让马斯克实在是笑不出来 马斯克没点名导师这名内轨 主动向媒体爆料 特斯拉曾将一千多个 受损电池模组用于生产线 还有内华达工厂 以不合规定的方式 储存工业废料有安全隐忧 被指为内轨的前技术员马丁 主动发声明表示 自己只是简单查询相关资料库 凸显公司内部问题 而且当事关重大利益 有人对投资人和大众说谎时 他只能选择披露真相 马斯克则称马丁是奸细 是破坏者 还说他是因为没能晋升 才对公司展开报复 调料内容一概否认 并且把这名员工搞上法院 求偿三千万台币 只是马斯克要烦心的还不止如此 当全球车商争相研发电动车之际 却有研究打脸电动车碳排量 其实没有比燃油车来得环保 如果你是买车的车 如果你以他转车车法 销佑开荐消耗 你都是改善他源源first 从引火的源源开始 ув 这转 labor 如果引火Ed 车车员车 可以把非全球车子放得加持 大豆 更加加铁下 由能源分析机构所作的研究指出 煤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油 在转化电能时 能源耗损非常高 是有三成能转化为电能 而且传输过程中 还会有二次耗损 同时充电电路 也会产生能量耗损 當中又屬特斯拉比其他電動車耗能來得高 相同里程的BMW i3這類小型車 平均每年碳排量為1.3噸 比特斯拉Model S能源利用率足足高出15% 特斯拉公司發聲明直呼研究不公平 因為Model S比普通英國汽車體積大 性能又強 自然也會消耗更多能源 事實上英國衛報報導 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也曾指出 電動車就算使用最髒的能源供電 中期生命週期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還是明顯少於柴油車 環保與否牽動著車廠 無化石燃料業的龐大利益 也因此讓電動車穩戰不休 東升新聞陳慧珍 溫所報導 好 不過說到了高科技 我們現在最常接觸到的高科技 應該就是智慧型手機了 你有沒有用過阿里郎171呢 沒錯 這是北韓他們自己 國產最新型的智慧型手機 叫阿里郎171 而且甚至說厲害到 連大陸央視都特別做了報導 到底這台手機有什麼特別呢 時間就已經 阿里程 剛讓我們晚安 確實這個手機還蠻厲害的 因為這是北韓國產的手機 據說一推出的時候 北韓的學生特別喜歡 甚至買的通通都是學生 他們這個北韓學生還大讚說 這個手機太好了 而且是歷你來功能最長的手機 不過我們就帶你來看看 到底什麼是阿里郎171的手機呢 其實這從CG的圖表來帶你來了解了 其實這個阿里郎的手機 就是北韓他們國產的 據說這個外型非常的時尚 而且跟以前的上一代相比 操作更加便利 而且用的是Android系統 另外它螢幕也還蠻大的 有5.5吋的大螢幕 厲害在於它可以插雙卡 也就是說其實它還可以 讀兩張卡片 甚至可以讓裡面這個 比方說你要學語言的話 詞彙可以更多 另外最厲害就是4K的超高清 可以用來拍照以及錄影 甚至有Santo顏色讓民眾來選擇 不過其實說到北韓 使用手機的人還是蠻少的 目前看來只有14%的人在使用手機 因為手機在北韓 畢竟算是一個奢侈品 也就是說7個人當中 會有一個人才會使用 這種新型的智慧型手機 不過隨著這個北韓 阿里郎171的手機曝光 也讓這個外界 其實北韓也希望可以外資 可以進駐北韓 來振興北韓的經濟 再把時間交換給陳寅 好 謝謝晋寅 大家說到了手機 這個面板廠的開幕 其實連美國總統川普 都非常的關注 他也要去了 那就是鴻海集團 預定在美國時間28號 也就是在幾個小時之後 即將在威斯康辛州的 這個面板新廠廠區 要正式執行動土典禮了 而美國總統川普 跟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 都會親自出席 這是兩個人 繼去年的7月之後 再度的銅框亮相 最新消息 我們要連線記者 詹時榮來報導 鴻海的維州投資案 被視為響應川普 美國製造的政策範例 因此受到川普的高度重視 去年7月 郭台銘踏進白宮 跟川普同台宣布 鴻海的投資案 如今投資案動土了 川普也將親自從華府飛到現場 根據白宮發布的行程 川普已經抵達威斯康辛州最大城密爾瓦基 而在當地時間28號下午 也就是台灣時間29號凌晨的2點20分 會抵達鴻海的新場 並且在2點25分出席新場的上涼典禮 之後轉往鴻海在當地租賃的廠房 參觀內部的設施 並且會發表演說 預計台灣時間凌晨3點35分 川普會離開 前往機場返回華府 從整個行程的安排來看 川普不是只打算在上涼典禮快閃 還會參觀現有的設施 並且發表演說 停留長達兩個多小時 台灣企業家跟美國總統不到一年 同台兩次的情況相當少見 好 雖然這個鴻海最新的面板場 即將在威斯康辛州要動土了 可是在台灣有很多鴻海的股東 總會告訴你他們的心情在洗三溫暖 原來這個是鴻海旗下的複聯網 進入第三年所謂的郭董感謝祭 而複聯網的臉書 在昨天就貼文了說 限量500台Apple的商品7折起 只不過一今天一大早 活動的網頁已經塞爆了 根本是點不進去的 甚至不到三個小時就宣告 商品全部賣光光 也讓很多股東氣價了怒嗆 這個主管應該要下台 甚至還有買了1000張股票的股東說 他在意的其實是股價 為了回饋股東 郭董在複聯網上面又加碼推出了優惠 Apple商品全面7折起 不過網站一直登不進去 也讓股東真的氣炸了 集體舉購還以我給你盜竊為主題 原來是複聯網先前推出 只要紅海紅准及群創 三家公司股東註冊就能享有購物金 22號首日登錄 結果網站遭到灌爆 複聯網再度發文道歉 還在28號早上10點加碼優惠 但活動網頁從27號深夜似乎就已經塞爆 股東欺詐在粉絲團中開罵怒嗆 想要求複聯網的主管下台負責 還有股東不滿說既然要補償 就直接每個股東限量一支就好 如果你以吸引力來講 像8的部分 外面的價格其實都會有一點點在做調整跟修正 股東心情大喜三溫暖 因為不到三小時 複聯網就貼出已經銷售一空的公告 甚至還有股東算出說根本沒差多少 以iPhoneX64區原價35900元來看 複聯網開出8折價28720元 有網路通訊名店只賣30800元 iPhoneX64G30980後24720元 網路通訊名店賣26300元 算一算只有iPhoneX7 Plus折扣比較大 複聯網75折後賣21,075元 網路通訊名店賣25,500元 差不了多少 你如果真正去那個深入去了解一下 真的沒有差沒有多少 而且它是限量沒有必要去採購 人有一切張股票的鴻海股東也說沒必要去搶 看來買家電優惠還比較大 先各位鞠躬 各位對不起 即使郭董早在股東會上因為營收沒達標 跟股東致歉也因此舉辦感謝祭回饋股東 不過給再多折扣都沒用 因為股民的心聲是這個 希望股票能夠漲 看來只要股價漲沒有折扣沒有優惠 股民也都會心甘情願 東森財經新聞最後報導 其他話題我們來看到 對於到了試婚年齡卻仍然單身的人來說 想要找另一半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實在日本也是一樣的 現在日本女性的終身未婚比率去年已經創下了新高 就連日本的不婚男性也在增加當中 沒有想到因此出現了這個新的現象 那就是很多人開始談起了遠距離戀愛 現在在美國的夏威夷就出現了專門 媒合日本女性跟美國男性的婚姻介紹所 而且女性的會員收費是55700塊錢新台幣起跳 可是還是吸引了大批的單身日本女性報名 那麼在台灣有沒有類似機構呢 其實也是有的 因為在台灣男女的未婚比例也是逐漸的增加當中 那麼台灣的交友服務公司就說 以現代這樣子很國際化的社會 你要談戀愛要結婚 其實都可以跳脫距離甚至國籍的框架 甚至因此找到了商機 來看東森新聞記者柯時章 翁婉柔的採訪報導 我們要結婚 我們要結婚 我們要結婚了 但我們要結婚了 我們要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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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家天堂夏威夷氣氛跟嚴謹的日本有天壤之別 夏威夷出現了針對媒合日本女性 分當地美國男性的婚姻介紹所 母親會員六成是日本人 成立22年來 撫合了超過800對國際夫妻 提供英文化妝課程 日本女性如果想要成為會員 會費依照男性的收入不同 會費20萬到55萬日幣不等 也就是說想要嫁到夏威夷 得至少先付出55700元台幣 但還是有人取之若霧 因為日本女性的終身未婚率 2017年達到了新高 加上近年日本出現草石男 爵石男等男性不婚現象 只好讓日本女性向外發展 我們來到了台北的霞海城皇廟 可以看到裡面很多人 都非常誠心的在祈求月老 賜給他們一段美好的姻緣 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女生 就是因為台灣的女性未婚率 正在逐漸攀升 在台灣男女未婚率 同樣一年比一年還高 根據內政部統計 2007年到2017年之間 20歲到50歲試婚者的未婚率 男性從45.8%突破到53% 女性則從37.1%飆升到43.5% 要突破這樣的現狀 打破距離框架是一種選擇 德國的規劃是要有 對 德國規劃師 台灣的交友服務公司 推出線上結合線下的 因緣配對服務 35000個線上用戶 來自79個國家 至少有一半的人 不在乎理想對象的 所在位置在哪裡 因為現在世界是平的 很多人認為 只要遇上對的人 國籍 距離都不是問題 有越來越多人 他比較占握的是 對方的條件 跟自己的適配度 而不是他到底 我在台北 他一樣在台北 主要用戶 鎖定世界各地的華人 會員登陸之後 必須經過90分鐘諮詢 才能透過工程系統配對 排員之後如果配對成功 規劃師會追蹤後續 部分男女 費用依照方案不同 大約需要2萬到6萬元 目前長工配對者 有三分之一居住地不同 得利用視訊來第一次約會 再加上運用數據 目前實體姻緣服務的 配對率高達68.2% 其中人的因素非常重要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再問一個 是對方的生活型態 那我喜歡對方有事業心 OK 打破國籍跟距離框架 透過規劃師負責諮詢 或是追蹤配對者感情後續 不斷的對話不僅可以提高 配對成功機率 也能讓單身者 在尋找感情的過程中 更了解自己 大陸對台灣的各行各業 持續的開放 也因此呢 有不少的台灣醫療管理人才 已經將細膩的服務 帶進大陸 這是一間非常重視隱私的 台資醫院 掛號門診刻意設在二樓 每間門診室內藏三個小房間 保護隱私到了極致 因為這是專攻不孕治療的 專科醫院 這邊的話就是好像 他們有人整個流程 都給你走下來 院長魏曉睿 是台灣知名醫院的主任醫師 北到北京 南到海南 東到上海的患者 都莫名來救診 台灣就是比較多的 年齡大的婦女 那在這一塊我們有很大的優勢 結合運動增加受孕的可能性 是這家台資醫院的一大特色 還有台灣的教練 搭配著大陸教練 一起指導患者健身 他們來這邊主要是要 是調整他們說 讓他們可以進到備孕的狀態 今年二月大陸推出 三十一條對台措施 允許台灣的醫生 以短期行醫的方式在大陸職業 吳信宏就是以短期行醫的方式 在2014年來到廈門職業 短期行醫 我就直接拿台灣的資格來這邊 就申請就可以 馬上可以解決這一塊 這邊行醫的一些問題 符合條件的台灣醫師 可以通過認定的方式 獲得大陸醫師資格 台灣醫師可按照相關規定 在大陸申請註冊短期行醫 期滿之後可以重新申請 辦理註冊手續 帶了很多大陸的觀念回去台灣 也幫助台灣的很多醫生提升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 這是對兩岸都有利的 大陸人口眾多 經濟持續成長 加上對台優惠措施的加持 台灣醫師很容易找到發展的空間 和學術交流的機會 在兩岸都能夠大展長財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為了強化兩棲部隊戰力 我國海軍編列了超過53億元的新台幣 再向美國添購了36輛兩棲突擊車 預計將在2020到2021年分批交運我國 這款兩棲突擊車除了是陸軍作戰的重要載具 在重大災害時也能看到它協助救災的身影 AV管兩棲突擊車射出煙霧彈 在掩護之下進行強灘登陸 展現海軍陸戰隊強大戰力 AAV管是國軍執行登陸 及反登陸作戰的重要載具 為了強化兩棲部隊戰力 我國2013年編列超過53億元台幣 向美國添增36輛AAV管 預計在2020到2021年分批交運我國 登陸演習當中 都可以看到AAV管強灘的畫面 那其實它的功用很簡單 減少陸戰隊士兵暴露在敵火下的風險 所以換句話說 只要陸戰隊隊員搭乘AAV管 就可以從登陸艦後面泛水 之後慢慢的一路停進到灘頭 AAV管兩棲突擊車可運載25人 或4500公斤的物資 在陸地上最高時速可達73公里 水上浮航時速則有13公里 最高爬坡度約35度 耐玻璃10尺浪 可在困難地形原地360度轉彎 機動性非常高 快速駛過淹水地區進行救援任務 AAV管的身影不只出現在作戰操演 天災來襲造成災情 兩棲突擊車搖身一變成為無所不能的救難車 不論是國防或民防 AAV管都站在第一線 捍衛國人安全 台幣市長柯文哲 視察台北車站防災演練時 竟然遭到了台灣國成員 丟拖鞋抗議 當時這名抗議男子高喊要柯文哲 不要當中共的同路人 但是隨即遭到制服 四五個隨後衝上前壓制這名男子 但他還有滿滿的怒氣要對柯文哲說 柯文哲不要做中共同路人 幸好只是虛擒一場沒有人受傷 但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再來還原一次 你們想問你一點點嗎 好 謝謝 太尷尬了 本來有說有效要接受媒體聯訪 但這時台灣國的抗議男子 躲在攝影機看不到地方 埋伏許久等到柯B就定會後 他立刻衝上前 從柯柯拿出來丟向柯P的 就是這雙塑膠拖鞋 上頭還署名台灣國辦公室 原來他就是台灣國辦公室的主任 陳俱涵 柯文哲不要做中共的同路人 柯文哲你更不要 去跟中國人去隔岸唱賀 有嚇到嗎 還好 因為他不 司空見幻 見過大風大浪的柯P 對於台灣國的抗議自己並不在意 而北市警方也當下立刻逮人 法辦陳俊涵 所以現場也沒有察覺他有可疑的跡象 因為現場有很多這個群眾啊 在看這個演練啊 所以並沒有特殊啊 的這個異常的現象 獨派不滿柯P的兩岸一家親 屢次丟邪表達抗議 隨著選戰逼近 雙方氣氛越來越緊張 東電新聞A7角度陳昌宇謝忻 羅翁哲在特別報導 בפ譜 等下 雙方氣氮